小妹本来就是个大大咧咧的女孩 十几岁初中恋完就和同乡的女孩南下广州去打工了 刚开始是在工厂里上班 后来去给人买衣服 然后又看着美容行业比较赚钱 又去跟人家学做美容师 十年来的时间真的是赚到了钱 家里父母盖房子都是他给的大部分钱 后来父母让他回到家里这边的县城 来给自己开店面 这样离家近点他们也放心 而且到了该找婆家结婚的年纪了 在镇上开了店 既卖化妆品也帮人家做美容 生意算是红火 家里托人给介绍的对象他根本都看不上眼 因为自己有能力养活自己养活父母 所以在物质条件上他根本就不需要依靠男人 只有他自己知道他这十几年来的不义 与艰辛 别人也许看到了他光鲜亮丽的一面 初中硕学去广州打工 由于年龄小只能在一些小作坊里干活 每天的工作时间几乎是12小时 但是工资却少得可怜 他硬是在那样的小作坊干了两年 住的地方更是你想象不到的差 没办法他没有钱 后来他去了大连的厂里上班 虽然工作也很辛苦但是工资变多了 然后去市场帮人看店搞衣服批发 因为刚开始不懂结果衣服经常被人偷去很多 每个月的工资还不够赔给老板的呢 时间长了他变得眼里能顾及到很多东西 买卖的技巧也学到了不少 然后自己搞了一条线路来搞卖这些衣服 占了钱以后他开始想去尝试美容行业 因为没有技术懂得太少 他去报了很多培训班学到了些基本技能 可是后来被一个传销组织骗去了一大笔钱 自己的身家性命全都搭了进去 他并没有放弃 又从头再来又成了打工小妹 每天都会很忙碌就是为了积累财富 再去搞自己的美容行业 黄天不负有心人他终于成功了 在广州那样一个大城市有了自己的一个小店面 主要客人都是这些外来打工的人 他们收费不高 主要为了他们能够长期的过来消费 在同村人的眼里 这个丫头确实是个有本事的女孩子 回乡开店的初期 很多人都觉得这样的行业肯定不是什么正经事 他的打扮让人觉得太新潮 后来日子久了才算有了起色 他也是经历了大风大浪的人 所以他不怕挫折失败 他有心理准备去接受上天给的好与快 他不愿意为了家庭放弃自己的事业 所以那些想找个回家伺候老公 照顾孩子的男人他根本不会愿意的 等待终究是值得的 他的同村的一个男孩以前也是在外打拼的 现在回来创业办场 两个人一见面就觉得相见恨晚 非常能够聊得来 没多久就结婚了 也许办场还要有很多困难要去面对 但是他们都坚信一定能够把这件事情做好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